其實照著打還是會錯 所以更不要說 那主要是因為你們有些地方還是不夠熟練 像剛剛有同學可能是 符號可能end一個 前後要加空白 你不要太多個了 一個以上 或者是忘了加空白他也會錯誤 還有像這個format 打錯字也不行 然後呢 後面這邊叫區碼 可是有同學好像直接複製就直接叫電信頁 就是這個名稱我是有把電信兩個字刪掉 還是什麼門號吧 本來是門號區碼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這邊叫區碼這邊叫區碼 如果上面這邊叫門號區碼 下面也要叫門號區碼 你不要說上面叫門號區碼 下面叫區碼 那就怎麼樣都不起來了嘛 因為名稱不一樣嘛 他等於是存在那邊 可是你去抓另外一個 那當然就抓不到 就會產生錯誤 所以這個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這邊叫默碼 這邊要叫默碼 其他都一樣 反正這個規則應該 很好理解啦 OK 沒有太複雜的東西 就是長這樣子 以後要制定 制定函數 的規則 基本上 都是從這邊開始 只是未來如果你的工作比較複雜 你就是裡面的程式會多寫幾行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基本結構 一定是不會變的 就長這樣 OK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如果說剛剛是 直接是給三個條件 但是有同學說老師那三個條件太麻煩了 你可不可以一次 乾脆我就給一個範圍就好 可是問題 給一個儲存格 跟給一個範圍 的敘述方法 又不太一樣 但是呢 要怎麼去做 我們這個動作 這個之前有同學問到 那我乾脆 就想說OK 這還蠻重要 為什麼因為 如果說你要一個一個 讓人家去選 有的時候如果你的 這個條件 就是你要輸入的東西太多的話 那還是 很不方便 所以 那要怎麼樣可以變成一個範圍 首先第一個你要有一個概念 選 是選這個範圍 可是那我要怎麼樣去抓到 這個範圍裡面的東西 那我的邏輯在 1 先把它選起來 那也許是電信業者範圍 我就先丟給一個 變數 叫A 那 A 就是把這個東西先丟給他 他裡面是什麼 就等於是有三個東西 那問題是我有三個 那我要怎麼樣抓到第一個呢 基本上 他的結構一定是 先列 再藍 所以 抓第一個的話 他一定是A 跟Sales很像 先列 有沒有 他只有一列 哪一籃 D籃 所以用這個來代表 範圍裡面的第一個 抓到他 第二個用什麼 A 第幾列 第一列 第幾籃 第二籃 用這個代表 這個 第三個呢 意思類推 1 0.3 這樣就好了 OK 所以 我們的撰寫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有這個概念之後呢 如果我要把它變成 手機門號的範圍的話 那基本上呢 我就是 以這個來改好了 比如說Ctrl C 因為你們剛剛寫完了 貼上 那就把它改成叫做 手機 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定 但是 不要重複就好了 叫範圍好了 給他一個名稱 叫手機範圍 然後 也許 三個 參數只留一個就好了 所以 後面就不需要那麼多的逗點 就電信業者範圍 好 這個改完之後接下來 我就把這個電信業者的範圍 先丟給一個變數叫A 這個A的名稱 這個是我們自己定 你叫A 或叫B 叫C都可以 我習慣 結局就 array 就是用A 然後呢 把這個東西 他選好之後 先 Ctrl鍵 或者C C C V 貼上 把這個先丟給A 那A接收到 那A裡面的第一個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就 因為上面沒有電信業者 就是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A A 刮弧 1 0.1 用這個來代替電信業者 用這個來 A 刮弧 1 0.2 代替什麼 剛剛的區 那一直類推 A 刮弧 1 0.3 代替第三個 OK 這樣的話 就完工了 那也就是將來 如果你有很多個啦 反正就一直切 切一直切就對了 那當然未來如果你的 選的範圍 更大 可能當然你 還有別的處理方法 可能你跑回一圈之類的吧 讓他一個一個自動幫你抓了 不過 小量的資料範圍選取 切割之後放進來 好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其實沒動什麼嘛 主要就動幾個地方嘛 複製貼上 把這一個 改成這個 OK第1個 第1個動作 第2個呢 把這個丟給A 這個是第2個動作 第3個動作是 分別再去截取 他每個東西 這第3個動作 最後呢 還有一個地方 千萬不要 少一個地方 哪個地方 看得出來嗎 有沒有 我講過 這個一定要一樣 因為有些複製貼上 你就直接 第4個動作 請注意 請你把手機改成 手機範圍 因為他名稱要 完全 Match 如果 像之前有同學 就少改這個 一回來 奇怪什麼都沒有東西 因為他漏接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丟給自己 結果你丟給另外一個 上面 上面他還沒Ready 所以一定是接不到 OK 就漏接了 好 所以4個步驟 只要沒有忽略到任何一個步驟 保證不會有錯 但是你忽略一個動作 保證就沒有 結果一定是錯了 這個其實 沒有太多訣竅啦 反正就細心就好了 就這樣子 OK 反正就 多做個幾遍啦 我想你應該就差不多知道了 有錯誤你一看就知道哪裡有錯了 OK 來試一下給各位看 做完之後呢 假如說呢 我把這個先刪掉 重來 用手機 範圍這個 使用者定義會出現 然後把它刷一下 過來了 結果 看沒有問題 按確定 點兩下 好 但是如果像剛剛 我們剛剛最後有同學漏掉那個 這個地方的假設這樣好了 如果是 這種情況的話 那 他一定會漏接 漏接的話呢 最後會怎麼樣 打勾一下 有沒有他會出現什麼 引述不違option 也就是說 他抓不到啦 你這個什麼 我不知道你 所以你按確定 自己剪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喔 只要有錯誤 他 城市一定會出現黃色 那你怎麼改 一 請你確定你錯誤的位置 Ctrl C Ctrl V 第二個請注意喔 要不就是你按結束 要不就是讓他再繼續 OK 如果你改完之後 確定沒錯 那你就執行他 這樣才OK 因為真的有同學就是卡住了 然後繼續往後面做 奇怪城市都不會動了 因為如果你有錯誤 他會停在那裡 你的城市就不能再繼續了 那你請注意喔 一定要先把它 停止 這個叫重新設定 或者你改完確定沒問題 執行他 這樣他 VBA才會繼續跑 不然像好像好幾個同學喔 都出現黃色 卡住卡住就沒辦法動了 你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喔 OK喔 所以這地方 請特別注意喔 把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請你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 手機函數 制定函數 改成 把來源 變成是 一個範圍 而不是 一個 一個 一個的慢慢選 試試看喔